大家好 我是翁准 歡迎收看古海弘揚 今天呢目前盤中的 加強股價指數上漲40點 那我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現在的月均線他是下彎的 那他居然是下彎的話 就會產生一個壓力存在 那但是呢市場絕對 絕對會先領先景氣來做反應 那目前全球的景氣狀況是沒有改變的 很多人很多人告訴你現在要做空 那是一個嚇你的行為 那是告訴你說 那是利用市場上的恐慌氣氛 來做他的策略上的運作 那所以呢我們光看市場的扣底值就好了 這是均線的扣底值 目前還在扣底高的位置 但是非常好的地方是說呢 未來扣底值準備要扣低了喔 那未來如果扣底值是要扣底一個下降的趨勢的話 代表我未來這一個月每一個人買的成本 是降低的 那降低了 那我的月均線轉為上揚 那行情就要開始啟動了喔 你不能等到行情啟動的時候才想到要買股票嘛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當每一次出現極度恐慌的時候 極度恐慌出現的時候 他不是絕對的低點也是相對低的位置吧 所以極度恐慌出現你要感到很開心耶 你要感到很興奮喔 因為很少有這種機會啦 每一次極度恐慌來的時候 我就算你買台積電你都可以賺錢的 但是呢很多人卻會把這個機會都錯失掉 因為你會受到市場上的情緒影響 你會看到說原來大盤跌得這麼重 然後我好緊張好緊張 你什麼股票都不做 你都沒有買 結果你會發現我又錯失了一次的機會 操作是什麼 就跟農夫一樣啊 你要做好春跟夏雲秋收東場嘛 每一個階段每一個時節都有要做的事情跟動作 大盤跌下來的時候 你要找資金在佈局的標的去做進場啊 否則你後面漲上去都不關你的事 然後你最後才想到我要去追 真的你的股票都是追來的 那你有沒有發現說 你每一次買的地方都是相對高的位置 因為你都會追在這裡啊 你都會追在這邊有沒有 因為這邊最樂觀大家最開心 然後呢我也跟你講說 這裡是極度樂觀的時候有沒有 當你出現極度樂觀 未來你就是要等極度悲觀了啦 那你這邊極度悲觀出來你去放空 那一旦出現極度樂觀的時候 你才會做停損 那時候都已經來不及了 操作的TEMPO就錯了 你要把它抓回來啊 你要把你的TEMPO都抓回來啊 重點是你要怎麼抓 你當然是要找一個懂產業有技術 又知道市場資金流向的團隊嘛 比如像去年的時候一樣 行情大跌的時候 當市場上全面看空 甚至出現市場上有史以來台股有史以來 最大跌點的時候 我怎麼跟你講的 我說你要看的是這個東西嘛 漲價題材有沒有 還記得嗎 大家那時候在放空什麼 法人在放空國具啊 法人在放空2327的國具還記得嗎 那時候在3月2號的時候 我還怎麼跟大家說的 3月2號的時候 我說日子我記得很清楚 這個點有沒有 這個點有沒有 當這裡啊 這裡市場上告訴你說 這裡市場上告訴你說 法人正在放空 一堆啊 空單一堆空了四十幾億啊 你還記得嗎 但是我跟你講說 國具它會產生一個軋空的行情 那你現在回頭再來看是不是整個軋上去了 但是來到這個地方你還要再追嗎 你還要再追嗎 我告訴你漲價題材啊 第一波已經差不多了 它能夠反應的 整個基本面的狀況也已經差不多了 也已經差不多了 那我也跟大家講說 其實股價它的表現呢 它是有一個慣性存在的 比如像說國具的部分 它在4月16號的時候 是不是亮燈漲頂板 然後呢4月17號的時候收了一根黑K 4月18號的時候再度亮燈漲頂板 4月19號的時候就開高走低之後 再做一個震盪回跌 同樣的這一次啊 我們再來看國具的表現 我們看國具最近的走勢是什麼 禮拜一的時候是不是亮燈漲頂 禮拜二是不是做了一個休息 禮拜三今天是不是又快要亮燈漲頂板 但是呢如果未來它在亮燈漲頂板 你發現它的空間有多大 它的空間是不是就沒有像過去那麼大 所以你現在要佈局的是 你要買在起漲點的個股 你不能再去追那種已經飛在天上高高的股票 操作一定有一套公式跟方法 你要抓到你的tempo 春跟夏雲秋收東藏的tempo 大盤在跌的時候 我跟你講什麼 我說你現在要去找未來的流星在哪邊嘛 那我跟你說現在市場的資金 它是怎麼在做移動的 當我的4月12號的時候市場資金就是往貴買半導體 矽晶圓的部分在做移動嘛 還有誰生計跟市場電子零組件 也就是被動元件的部分啊 所以當這一些族群一直都沒有改變的時候 它就會走一個輪動輪漲 被動元件矽晶圓生計 生計 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嘛 所以你會知道說 其實市場上面的每一個資金 它會往一個族群 往一個方向在做移動 而且那些族群跟方向就是 市場大戶他們在做布局的標的 但是有一些流出來的標的 有一些資金轉出來的標的 它就會相對的弱勢啊 所以你看今天 尚尾今天雖然漲停板 我說風力發電族群 這種族群資金已經在做撤離了 就算它有反彈 你都要做避開嘛 你也不要去摸底 因為這個下來的時候 它上檔的賣壓非常的沉重 你一旦遇到這裡啊 假設你反彈上來 你遇到的是這一邊的人要做停損 這一邊的人獲利了解 那它的賣壓重不重 當然很重啊 但是有一些個股不一樣 有一些資金在做布局的個股不一樣 尤其是它產業面 是走正向發展的族群 那就是未來可以去投資的標的嘛 昨天有一則新聞是這樣說的 6488的環球金 首計EPS達到6.36元 這是一個成長型的股票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大成長的股票 為什麼矽金源 最近一直都有資金在做進駐 那你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 你就明白了嘛 因為錢 資金一定會先知道說 這一家公司的狀況是什麼 公司探情一定有人先知道 先知道他就會先買股票 那我們看一下6488環球金 它的成長性有多強 這是它去年EPS的表現 去年是賺了12.68元 去年賺12.68元 今年光第一季就賺了去年的一半 還要多 所以它的成長性是不是很高 比去年成長多少 我們再用單季的EPS來看好了 去年只有賺0.95元 今年是直接賺了6塊 而且超越去年第四季的表現 毛利率的部分來到36% 36% 所以整個營業利益是非常非常高的 現在環球金手上是滿手現金 滿手現金 隨時都可以發股利 那我問大家 當它的股力發出來的時候 受惠最大的會是誰 那就不用講了 一定是5483的中美金 那這個中美金 中美金的部分呢 它手上持有環球金的股票 將近五成 那去年的EPS是1.8塊 第四季是1.8塊 我們看一下說 整年0.94元 去年EPS第四季大概0.94元 它一季賺了0.94元 可是呢今年光第一季啊 環球金可以貢獻給它的 獲利的部分 可能就超過這個數字了 光那個業外的部分 可能就超過這個數字 而且它的業外 還會持續的有資金流入進來 因為環球金是它轉投資的公司 所以呢 未來它在配股配息的時候 是不是也會把資金流進來 那只要這個產業的漲價的趨勢 是沒有改變的 那未來的行情 是不是非常值得期待 那你看它的股價的表現 雖然說還沒有啟動 還沒有啟動 可是也是強於大盤啊 我現在正在清洗籌碼 一旦我在啟動的時候呢 你想追都已經來不及了 現在操作一定要有公式跟方法 你要找到一個最強的團隊 狂勝專案 這次再次狂勝 而且我們要立上加力 還記得日電貌我們賺了一倍嗎 所以這一次我們還有倍數的 獲利的機會喔 準備要開始了 你要買在起漲點 你要買在起漲點 行情拉回最後的布局時間 現在已經是一個打團體戰的時代了 不要再孤軍奮戰了 讓我們成為您登峰的祥島 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谷海弘揚祝您操作順利 趕快撥通你的電話 狂勝專案再次立上加力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我們明天再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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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再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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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